母親節快樂 一出生的時候 她的夫妻就是非常的不穩定 然後在剛出生的當天晚上 就已經久了 然後那時候也以為她 就是會跨不過去 然後為了要讓她 就是能夠學養穩定 然後她的私隱也是 當天晚上是 忙她忙到幾乎兩點來下班 那後來隔一天 她的意思就告訴我說 媽媽可能不能再等了 然後可能要有點痛苦去開刀 然後做心臟和頭脈導管病毒手術 這樣才能讓她維持生命 那時候就是從她出生 然後脫水到九百科 要推進去手術 然後又要麻醉 我真的很害怕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牽下那個重醫器的時候 我真的是就是 眼淚一直掉 然後一直哭 然後我也知道那個手術的風險 可是不作用內心 可是我覺得一個媽媽就是才 那時候生產的痛 我聽不懂 不代表我怎麼出來的關係 對